工业制造一直都是二氧化碳居高不下的元凶 为了要落实净零目标 工业制造该如何降低能耗与碳排 也是政府与企业相当关切的问题 您的厂区开始进行碳盘查了吗 您的厂区是否已经尽力节电了 费用还是居高不下吗 还在每个月缴交用电超约的罚款吗 你知道当机台的无效电能过高吗 除了会增加费用外 还有可能会导致设备的损坏吗 该如何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进而达到最大化节能的目标呢 事实上 遇到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厂区不清楚自身用电状态的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智慧电表装置搭配电能管理系统 就能轻松掌握厂区的用电状况 进一步规划节能策略 主画面的各项节能指标及趋势图 用户可借此进行调整电能使用策略 从而优化及设定节能目标 系统除了各项数据可让用户自行设定门槛以外 当发生需量超过门槛时 画面也会及时显示 提醒用户注意避免超约 企业了解本身的用电状况后 也可重新思考现在的用电方案是不是符合需求 EMS的用电时段建议功能 是将台电用电方案统整于系统内 提醒用户在费率较低的时段安排高耗能的生产活动 此外用户也可透过查看电费趋势图 了解厂区离尖锋用电占比 帮助用户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分配用电 进而达到节省电费的目的 厂区可将智慧电表安装在特别管理的设备上 EMS系统将提供各式即时电能数值的详细数据记录 如用电量、频率、电压、电流等数值 用户可借由各项趋势图了解数值变化关系 及推断未来可能发生的异常 系统除了能够借由管理电能节省电费降低碳排外 还可透过碳排放趋势查询功能 了解各式设备碳排量 提供了场区设备进行碳盘查 碳履历、ESG计划等依据 根据监测系统数据化持续监测和评估的结果 持续优化节电方案 发现新的节能机会 并不断改进策略 看是否需要调整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以确保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帮助企业落实ESG 我们有期待的情况下 请稍稍稍稍后